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即将和方启红步入婚姻殿堂的程子欣幸福满满 她偶遇最崇拜的股市女强人杨杨杨 于是自我推荐加入了杨的公司 无巧不成书张慎然的公司 刚好在杨杨公司的对面 两人之前又因为某次邂逅成为男女朋友 性格大条豪爽的泱泱知道申然花心轻浮的行径 却只采取反向操作的措施 一心期望能成为申然最后一个女人 子欣的哥哥成子健浪漫气息浓郁 她偶遇失落中的泱泱 神奇的章鱼灯神让他们成为好朋友 子健对泱泱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而其浪漫痴情亦令泱泱未知心动 申然恐怕是爱悲剧重演 玉和泱泱肃肃定终身 终于迎来了申然的生日 谁知派对最终变成了大灾难 混乱中的申然也惊讶地发现 子欣就在不远的地方 程子欣再次在申然眼前出现 令她方寸大乱 因为看似花心豁达的申然 实则情伤不浅 这趟伤口多年来其实未愈合过 更意想不到是方启红在这刻 竟向未婚妻大方承诺 让她再选一次 子健痴心泱泱 泱泱苦等 申然 申然难忘子欣 子欣代嫁启红 五个男女四段感情最爱是谁 从未熄灭的爱火再度点燃 三男两女的爱情战争 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再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